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是 干什么 我不是 难不成还留给林秋文吃吗 这世界上的好东西 全让林秋文给占尽了 好工作 好男人 全是他的 我也就吃吃这罐头了 不是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看你啊 你说 你真是的 你说你这孩子 你看你这是干啥呀 你这 松花啊 你姐都说了 等她站住脚啊 把女人弄进去 等她站完脚本了 那得什么时候啊 五年 十年 还是二十年呀 到那个时候 我在食堂扛大勺扛到手上 都是老简了 那你说 人家不给换吗 给换 就让她给我滚 把位置给我让出来 咱这小老百姓说累不算呢 咱说的是不算 可是 咱可以把她名声搞臭啊 只要她名声臭了 广播站自然就不要她了 怎么搞臭啊 怎么搞臭啊 她不是抱回个孩子来吗 咱们就放点疯出去 就是说这个孩子 不是林秋文捡回来的 也不是成医生的 是她林秋文在外边 跟别人鬼混生出来的 那哪行啊 这不正眼说瞎话吗 被冲着你林叔 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你姐 好歹是一家人 哪有端个屎盆 到自己脑袋扣的 她抢播音员的时候 怎么不提自家人呢 这播音员啊 我还非抢不可了 妈 是帮我还是帮她 您自己看着办吧 我帮她 我帮她 但是你这招有点太损了 能不能想点别的招啊 别的招有用吗 就这个法子 妈 你帮我你就帮 不帮 以后就别让我这个闺女了 妈 你给我帮帮我吧 和林复伟 什么都比我强 什么都比我好 妈 你就让我赢她一次好不好 就一次 妈 行 行 妈帮你 你让妈怎么做 妈都帮你 你知道吗 我听说林秋文抱回来的孩子 是她跟外面的人鬼混 把肚子搞大了 偷偷生下来的 听谁说的你 听谁说的你别管 反正啊绝对错不了 要么你盼 这么多人都不愿意受辱这孩子呢 怕是自个儿啊 给林秋文养儿子呢 胡咧咧什么呢 再胡说八道 小心我大嘴巴抽你们 我告诉你们 那孩子就是捡的 别没事在这血口喷人 呦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王天柱吧 怎么着 王天柱 你说那孩子是捡的 你亲眼看见了 我没看见 但我知道 那孩子就是捡的 没看见你瞎说什么呀 那林秋文生孩子 怀孕八九个月 厂里人能看不出来 那没准林秋文怀孕 就不显个温呢 再说了 他也不是咱们厂员工 也不到车间里来 谁还能留心他呀 要不是他家里人说走嘴了 家里人 谁呀 没谁 没谁 家里人不就是 孙怡和刘东华吗 你说是谁 我找他对质去 说呀 你凶什么凶王天柱 怎么着你还要打人啊 我说这孩子 你激动个什么劲啊 难不成你是那孩子亲爹啊 你知道 你为什么能站在这儿 张着臭嘴胡咧咧不爱揍我 就因为你是个女人 我去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再让我知道你们在厂里胡说八道 对不起 女人也照打 行行行走走走吧走吧 走吧 快走吧 什么人 完了完了走 你干吗呀 门框子都快给你砸掉了 孩子在睡觉呢 怎么了 你磨上了 文秋文 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又做错什么了 你知道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名誉扫地 成为全场人的笑柄了 你小声点 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那个野孩子 你小声点 把孩子吵醒了 现在厂子里边人都在传 说这个孩子 是你和别人偷偷生的 你说 我莫名其妙的 这头上就顶了顶大大的绿帽子 你明知道这都不是真的 这都是别人的谣言 是诬陷 我当然知道是谣言是诬陷 我当然知道这孩子 不可能是你生的 可你知道这些风言风语 他实在是太难听了 我史明生风风光光二十几年 我什么时候遭到过 这样的编排啊 你说我冤不冤 还不是因为你 还不是因为这个 哎呀 说了什么小声点 这个野孩子 你别一口一个野孩子 他有名字 他叫蹲子 他有名我没脸 我告诉你啊 你进了广播站之后 要当着全场人 把这事给我说清楚 我怎么可能啊 广播站是厂里的 又不是我个人的 怎么能说私事呢 再说了 这孩子怎么来的 你很清楚 我深圳不带你的鞋 闲话随便传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那我在乎 你一个平头老百姓 你当然无所谓吧 那我史明生不一样啊 我是疯狂狂狂 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有多少人在背后 盯着我看呢 我跟你说啊林秋文 这事你必须要给我澄清了 我怎么澄清啊 难不成 我写个大字报 要么凶口挂个大牌子 要么去全场吆喝说 这孩子不是我身的 我还是黄瓜大闺女 容生 这种事情越描越黑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搭理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闲丢人自个儿找人解释去 别老逼我姐 我说王天初 这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赶紧给我滚 谁啊 谁啊 跟谁说话呢 叫谁滚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以前是看我姐面子 对你客气点 你真拿自个儿当排菜啊 让我滚 怎么滚 我不会 你滚给我瞅瞅 叶主 怎么说话的 姐 这闲话是谁传出来的我知道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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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跟你说话 王天初 你别给我卖关子 到底谁传的 你赶紧告诉我 我找他去 我不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 闲杂人等闪赶紧 闪电的闪 行行行 你跟他说 我闪 姐 我听你们说 这闲话是你家传出来的 不是你妈就是你妹 不可能啊 我妈跟我妹都知道 这孩子是我姐来的 再说了 我们天天朝夕相处 我怀没怀过孕 他们还不清楚吗 姐 越是朝夕相处传出来的话 才越有人信哪 你妈你妹向来不待着你 你好好想想 是不是有什么事得罪他们的 袁潮回来了 来 你快过来 快点查消息了 不是 罗事车上的 我现在厂里也都在传 说 说有个女的生了个私生子 那女的姓林 林秋文 对 林秋文 林秋文不是孙炮仗那女儿吗 大女儿 对 就是她 她呀 她那工作后来怎么了 我马上就让她去广播站实习去了 怎么了 这个事你可真得好好仔细想啊 你得想仔细了 你说那广播站是个什么地儿啊 宣传舆论阵地啊 如果她真有个私生子 那她上那儿去 会惹大家说闲话 你刚到厂里工作 不会对你造成不好影响啊 妈 我跟你说 那些人都是捕风捉影 要不就是造谣 那林秋文那孩子 明明不是她生的 怎么可能是她生的呀 不是她生的 怎么可能是她生的呀 这谁给造的谣啊 这人也太缺德了 那人一黄花大闺女 你这么败坏人名声 这人不定的 王天助手怎么跟你说的 听说说了 是几个小孩胡闹传出来的 小孩 小孩能传出这种话来吗 就算是小孩传出来的 那是家里边大人教的呀 谁家孩子呀 我找他去 你跟孩子叫什么劲啊 要不 这事算了吧 林秋文 你是真不拿我的名誉 当回事啊 合着我就让别人戳着 几两股笑话 你都无所谓是吧 什么名誉不名誉的 明生 嘴掌人家身上 人家爱说什么 咱们也管不了是不是 那爱说让他们说去呗 咱们都是小老百姓 那说几句 能有多大的事啊 只要咱们自己心里清楚 不就完了吗 我史云生的英明 都毁在你和那个孩子身上了 你英明 大不了让冰冰说几句呗 再过个一年两年 三年五年 谁还记得这事啊 哎 姐夫 姐夫 爸 有什么话赶紧说啊 正烦着呢 怎么了 是因为厂子里传的谣言吗 你都知道了 厂子边谁还不知道啊 你看呀 姐夫 咱们都知道那谣言是假的 你别看厂子里 现在大伙都在传 可假的就是假的 他永远真不了呀 你大不了让别人说你几句呗 是啊 现在确实是家家户户 都在传这个事 可那也就是一阵风啊 你再过个三年五年呢 谁还记得这事呢 还三年五年呢 这绿帽子往我头上一扣 一辈子都摘不下来 我跟你说啊 柳东华 你回家之后 我给你姐捎个话 这孩子的事 说不明白讲不清楚 这个婚就别想结 哎 姐夫 话我给你带到啊 可是我姐姓子俊 听不听我可就说不好了啊 姐 上哪儿去了 我出去跟几个小姐们玩去了 你坐下 妈 妈 有事吗 妈 你也过来坐下 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 厂里最近有个说法 说墩子不是我捡来的 是我偷偷生的 不知道你们听到过没 没听到 我倒是听人说过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烂蛇根子 拿这话编排咱家呗 也不是编排咱们家 就是编排我呗 谁说的呀 姐 这话表面上看上去 是编排你一个人 可是这暗地里 不就是骂咱家风不好吗 我倒是听到点声声 知道这话是谁传出去的 谁呀 妈 您别紧张啊 那个人说 这话 是咱自己家人传出去的 胡说 当然是胡说 妈 您是肯定不会给我编排这些笑话的 妹妹当然更不可能了 那难不成 是我自个儿编出来恶心我自个儿的呢 我觉得说这话的人也是别有用心 这不就是挑拨咱家关系吗 对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管这个谣言是谁编出来的 这次都亏 我吃了 认了 我也不追究了 可要是还有下一次 我刨根问敌也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好了 我给墩子喂水去了 我给墩子喂水去了 豆花 你说她是不是知道了 知道又怎么样了 只要能把她从广播站赶出来 我才不怕她知道呢 我才不怕她知道呢 加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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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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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这样的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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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舟哥 调水 哥 秀文 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好了 准备 三 二 一 亲爱的各位领导 各位同事 各位工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实习播音员林秋文 为您播报的厂内新闻 欢迎收听农机场舞间广播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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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内新闻提要 年度劳动模范表彰大会顺利召开 你们听 农机场技术比武 将于下月十五日正式开始 厂区四摄楼改造工作全面开展 三车间打响新技术攻坚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周二下午于厂区会议室 召开年度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我姐在广播站不音呢 参加本次大会的厂领导友 比如我 厂党委书记李国林同志 就是我姐 林秋文呢 厂长刘向明同志 副厂长曾长生同志 厂工会主席陈祖寿同志 厂工会主席陈祖寿同志 厂办主任董元潮同志 本次表彰大会 共评选出六位同志 他们分别是 装配车间三班组林大声 郭启东 李云秋等三位同志 我姐这生意真好奇 真好奇 真好奇 在此为他们的劳动场合 都能到北京之国一 我们要向这些统计 天主哥 你是不是喜欢邱恩姐 喜欢 现在让我们为这些优秀职工 播放异售歌曲 咱们工人有力量 我闹超你 那是我姐呢 我看你对她 倒是很上心 我哪对上我姐 我就是不希望 我嫁给史远生这种 怎么着 也得嫁个真正的爷们了 范范啊 你说咱 该说的话咱也说吧 该做的都做了 看 还是进了播音师实习了 我看这工作的事啊 板上钉钉的 要不 还先上市场吧 妈 你先干着 就像你姐说的 等死在躲卧站呢 站稳了脚跟 那咱把你拉进去呗 姑娘 食堂这个工作呢 好歹也是正式工作 它有编制的 你就别动这口气情 妈 我问你个事呗 啥事 你是我亲妈妈 我是啊 那你是我亲妈 你怎么不让我想想办法呢 人家都怪你就要顺炮着 我怎么没听见一个想啊 想 你说妈帮你想办法 你说妈这个炮着 再想 妈能崩到广播站去吗 不管你崩不崩得到 我就要去广播站 我独立客人食堂 姐 我多磕着 罗姐 你觉得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啊 秋文 今天播音非常成功 我看你啊 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 那还得多谢罗姐的细心指导了 我还早着呢 我还得好好向你学习 别客气 先回去吧 嗯 那我先走了 罗姐 罗姐再见 陈姨姐 我终于当上播音员了 这多亏你 你放心 敦泽 我帮他找个好人家 我绝不会让他没有家的 传岭 传岭 跨学乱 好 好 好 林生的 你这嗓 都一顿了 现丑了啊 现丑了 现丑了 林生 来来来 你怎么来了 今天你听广播了吗 是我播的 没听 好了 你别生我的气了 敦子的事情 我已经很努力了 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骗你呢 我能不听吗 不过我觉得 你还有点紧张 你应该再放松一点 就会更好 知道吗 我知道 我下次注意 好了 我跟你多说了 今天我们还在排练呢 对了 晚上演出你来吗 不一定 你也知道 敦子他 云生哥 排练了 我知道了 今天晚上我演出你不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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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怎么不想来啊 这 我怎么不想来啊 行行行 我尽量 我跟你说啊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来 来了 你看我啊 我 我这个 是 对吧 对吧 我来给你 我来不来啊 我来怎么办 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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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秋雾 你哪儿比我强呀 凭什么运生哥就喜欢你呀 凭什么你咬下比我强啊 顶什么呀 我 远诚哥 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 我一直都喜欢你 当我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 那时候 你还没跟林秋文好呢 可是为什么 你就不喜欢我呢 不行 你必须是我的 你得娶我 你就是我的 你不许属于我 真的不许 小的事 看了眼睛吧 好看吗 当然好看了 你也不看谁演的 那林秋文怎么没回来呢 不知道 这孩子刚是饶又哭了 可能是尿了 我看不见 不许去 我说不许管这个破孩子 林秋文带回来的孩子 让他管去了 咱不管 那晚上他自己跑出去看演出 把孩子扔给我们 什么扔他 是我让他去看的 他也想看 是吧 你说你姐长这么个孩子 一天挺闹心的 你难得晃了神 再说厂里这个演出 不是使你想演的吗 你姐正好去看看 这 这孩子也不闹 就是打把手 不许去 他林秋文捡回来的泥巴 凭什么沾咱们手上 这 这孩子这么哭作孽呀 我去看看 反正林秋文也没回来 等他回来 我就说我们没管 不就得了吗 吴雪雪 让他哭 不 你这个孩子 好好好 我不管 不管行了吧 我去看看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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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花絮圓 怎么了这是 走 那人都要失了 妈妈你怎么帮她换换了 我这不忙着呢吗 我也没注意啊 你过得快差气了 这都没听到啊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 大晚上了一个人跑出去玩 把那个孩子扔给我们 我们欠你的呀 白天你上班 我们替你带着 晚上你出去玩 我们还得替你看着呀 妈身体不好你 我不是不知道 可是埋怨了妈 多埋怨了 妈 冬花 我不是那意思 我知道 妈带孩子很辛苦 可是 知道就好 蹲子 我们照顾不过来 你明天带着到广播站 上班去吧 那怎么行呢 我怎么能把蹲子 带去广播啊 万一播到一半 孩子哭了怎么办 过两天呀 我也要去食堂报到的 妈一个人在家呀 可照顾不过来 到时候渴了饿了 拉了哭了的 你可别怪我了 妈 就这么一个小孩儿 您暂时搭把手行吗 我 这不是搭把手的事 你说吃喝拉撒的 都赖着我 我可整不了 你自己抱回来的 你自己照顾吧 行 我自己抱回来的 我自己照顾 袁潮回来啦 妈 回来啦 怎么样 那戏好看吧 妈 你再别说 人家唱得有模有面 是吗 其实你第一次看 你觉得特新鲜 这戏在咱们场子 已经演了十七八回了 是不是啊 可不 有些唱到耳朵 能听出来的 那妈 你给儿子来一段 让我听听咱俩 女英雄唱得怎么样 别 别 你给我来一段 你给我来一段 你对错我能分出来 你就来一句就行 一句 来 我给你唱一句 嗯 我给你唱一句啊 窗铃 真上不去 一会儿人家嗓子不知道怎么就能唱那么高 我呢 我呢 我一听你唱我胸闷着我 你主要是累了 底气不足 来 我鸡蛋 我鸡蛋 妈给你做好了 天哪 又一顿猪食啊 你要求也太高了 这猪就吃这个 这么好的东西 这猪要求挺高啊 行 儿子 吃 我睡了啊 妈就有点累了 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早上还得给我准备猪食 你也早点睡啊 你也早点睡啊 好 你也早点睡啊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장 程 Billy ijio 彭隆 邱翁来了 董主任你好 行了我跟你说啊 以后别老老董主任董主任的叫 怎么说咱们俩也算是 从小一块长大的 叫元朝就行了 pasando官ını说 今天的广播我可听了 非常好 把你招进广播站 绝对没选错人 坐坐坐 坐上说 好 什么事 董主任 袁长 我有一个请求 希望您能批准 说 就是关于这孩子的事 我进了广播站 这孩子没有人照顾 我能不能带着他一起上班啊 秀文啊 这个恐怕不行 常常也不会答应 你想啊 广播站不像别的地方 万一你正说着话呢 孩子哭了 那可怎么办呢 是 我知道不合适 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一上班 这孩子就没有人照顾 不是 那你妈呢 你妹呢 还有你那对象史云生 他们不能帮着给带一带吗 他们都不喜欢这孩子 碰都不想碰一下 更别说帮我带了 你还不想碰一下 就说是吗 就是你 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个人 还有你 我帮我帮你帮她 你帮我帮我帮我帮她 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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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她 这孩子是陈怡姐的 就是出车祸那个陈怡 就是她的 她本来想把这个孩子 带回上海的 可后来她出了车祸 她的妈妈 也被受不了打击 也病逝了 我又实在不知道 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她现在就是个孤儿 我就想着 能找对好人家 把她收养了 秋婉 要不这么着急 我给厂里打个招呼 这几天 你就别去实习了 在家好好照顾孩子 等把孩子送出去了 你再去广播站报道 要是能找到合适的人 收养就好了 我都找了好多天了 秋婉 帮这孩子找父母的事 你就交给我了 那太好了 你董言潮真正能跟您说的 是啊 董主任答应了 帮我们找人收养蹲子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家伙 来 轻点 终于有人收养你了啊 你以后长大了之后 你可千万别忘了 是叔叔 阿姨救了你命哦 行了 行了 医生 等把蹲子送走以后 我就去广播站办入职 然后